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猫咪画影子 小猫咪的爸爸是个画家 画的画非常好看 小猫咪非常喜欢 有一天爸爸问小猫咪说 女儿啊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小猫咪说 爸爸 我长大了想跟你一样 当一个画家 画好多好多好看的画 爸爸很高兴 从此开始教她画画 由于小猫咪还小 很多地方画得不够好 经常会画错一些东西 有一次小猫咪画了一幅新画 拿给爸爸看 爸爸看了两眼 就发现了错误 说 女儿 你看啊 这幅画里的影子 有三个地方不正确 你能把它们找出来吗 是吗 小猫咪有点失落地说 那我试试看吧 说着 她就认真地观察起自己的话来 我找出来了 爸爸 小猫咪笑着说 这只手 这个耳朵 还有这条腿的影子 都有问题 谢谢爸爸 爸爸高兴地说 好女儿 画错不要紧 只要能发现错误并且改正 就一定能进步 加油哦 从此以后 小猫咪更加努力地画画了 她在画画的时候 更加注意影子的画法 过了不久 她画影子的水平 就有了明显进步 爸爸告诉她 只要勤学苦练 就一定能画得更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小猫咪画影子基本没问题了 爸爸为了考验她对影子的观察能力 专门画了一幅自画像 并画了四个影子拿给她看 问说 女儿 你看看 这样子那样 这些威力的有点 要是不全 college 她应该的 这些威力 就要留在那裡 我说 你能来跟她 这些威力 我们想像 要令到 这些威力 这些威力 但是 像 这样我们的观察记忆能力才会越来越强 在这里,小猫咪解决了两个问题 小朋友们,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问题 你能解决它们吗? 问题一,找出画中影子的三处错误 问题二,找出正确的影子 问题一,找出画面的影子的三处错误 问题一,找出画面的影子 问题一,找出画面的影子